奉劝已经退休的老年人 想要晚年生活安逸 不管你退休金有多高 生活有多么的清闲 都不要养成这六个坏习惯 对不对 就像我70后这一代 最能感受感痛深受的 就是我们父母的不容易 老年人辛苦了一辈子 生事兼运 退休之后 还要帮助儿女们 带孙子外孙 等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儿孙们也不再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 他们才真正有自己的时间 这时间多了 口袋的钱也就多了 人在有钱有钱的时候 就会想着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说还要提醒一下退休的老年人 不要养成这六个坏习 看一站了几条 对不对 不要已经自己参与其中了 还不知道后悔 后悔了可就来不及了 这第一个就是不要为了 虚旧和亲戚朋友们 频繁的来往 因为毕竟年纪大了 不是年轻时候 虽然说人越老越重感情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也不建议经常的走动 走心传有 因为一年纪大的 推脚不灵活 上车下车 过道啥都不安全 第二就是不要管亲属还是朋友 大多数都是不太 不太喜欢老人 经常去别人家串门 串门多了 是非就多 慢慢了 曾经的客气 可能也就逐渐的消失 偶尔联系 感情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不要为了 虚旧经常走亲 访友 第二个就是不要因为亲戚了 经常去下棋或者打牌 一上老年就觉得爱好 就都是偶尔去玩一下也无妨 但是经常去打牌 那就不是消想 特别是 现在的期盘是已经变味了 输赢都会让老人 情绪波动很大 容易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 如果说打多了 会让人沉迷于赌博 导致再多的退休金 也会赌光了 所以人老时候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 不要经常去打牌 第三个就是不要 为了爱情 还想说来一场黄红恋 有些老年人 在那个年代 婚姻可能是父母包办的 所以说吵吵闹闹 过了一辈子 对不对 也奉献老年人 不管你对现在婚姻 多么不满 不要妄想找一个伴侣 因为伴侣夫妻都是自己 再婚的也是 没有一定的好结果 特别是红外情的 黄红恋 更不要去碰 像我们小区一位大爷 七十多岁了 没事往上去跳广场 我和一个阿姨 时间长了之后 他俩就缠上了黄红恋 后来这位大爷 和老伴也离婚了 小区的邻居经常看到他 和大爷就是带着 一位阿姨在一起 小区出入或者跳舞 但是过了一年多 清邻居说这位阿姨 要求每个月 把退休金都全部给他保管 对不对 才能跟大爷一起过 当那个时候 大爷不同意 所以说两个人就一排而散了 所以说不要以为 你有钱有时间 就可以随便的随 任性 其实人老之后 也要守住自己的 原配的伴侣 因为少年夫妻老了一辈 只有几十年同班故土 患难的原配夫妻 才真心的伴侣 那第三个就是 不要一时兴起 或者另有所图的 这个夫妻 一起走到半生 可能很不容易 千万不要在退休之后 把随便的爱 伴侣给弄丢了 第四个就是 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 老年人辛苦一辈子了 清点节约 对不对 老周游的退休金 不管你多少 备用的退休金 对不对 到时候你不要说 你身上有了钱 别人找你借钱 你说借就借了 因为年纪大了 很多突发的情况 如果说你手里面 一碟救命的钱 你借给别人的话 到时候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要不来 要的时候 可能是仇人 第五就是 能独立的生活 就不要和儿女们一起过 不要把钱过早 交给儿女们 孝顺的孩子还可以 如果说不知道赶紧孩子 那算你提前钱给了他 他把你钱花完了 到时候等你生病 找的药钱 他没有 那怎么办呢 第六个就是 不要过度的追求保健养生 前两年 我父母经常在外面 养生管免费的听课 天天去 结果一般就回忧 借着为老年的长寿 健康长寿的着想 实际上是退休保健品 和理劳设备 而且都很贵 其实人老了之后 身体健康 有着身体健康的 保健意识很好 但是为了健康长寿 也不要刻意去追求 这个保健养生 适当的运动一下 每天散散步 做的超挺好的 所以说退休之后 守住自己的老本 房子老本 这六个 坏习惯了 千万不要有 咱们晚间生活 才能过得 树心健康长寿 对此大家有什么 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器给我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